自杀 我实在无法忍受安泰的外遇 我当时真的痛苦的就想死 我把整病的安眠药都吃了 要不是妈妈发现得早 医生提醒我 药物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损伤 那时候他已经五个多元了 可是你不知道我当时多么脆弱敏感 孩子就变成了我的救命稻草 再说我也不能扼杀 我也不能把一个无辜的孩子 就这么就这么给杀了 所以我怀着沉冬的心情 不能把他生了下来 你知道他孩子出生的时候 哭声有多大 我想他也许已经知道 他的出生是多么悲惨 因为他的说法已经变成残毁了 可是你知道吗 小安她没有选择的权利 可你有啊 我抱着小安 感受一个做母亲的滋味 可是你知道 当我抱着她 感受到她的体温时 我突然觉得自己 怎么 怎么是这么自私 如果我能知道她的体温 我真的愿意 愿意付出 付出我的一切 真的 我愿意付出 付出我的 一切 我愿意付出 秦安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快点 你的行李呢 我是来送你的 送我 你不是开玩笑吧 走吧 真的 机票我已经退了 为什么 你不是说好胜诉就一起度假的吗 我家里还有些事要办 不能陪你了 你一个人去吧 你家里有什么事那么重要 到时间登机了 我不跟你多讲了 你赶快进去吧 快进去 秦安 回来再打电话给我 再见 李同愉快 哇 真的 真的 David 你真是我所见过 最幽默 最有绅士风度的男士了 谢谢伯母太爱 谢谢伯母太爱 你只有本事啊 来来来 请坐 来坐 其实我的本事呢 不在这儿 也许是人风喜事精神爽满 来 干杯 如果不是你本事的 喜事从何而来呢 谢谢啊 别客气 欸 David 你跟我们金家真是有缘分欸 你看 在过去呢 你救了老爷子 现在呢 你又救了我和秦安 真是我们金家的福星和救星欸 哦 伯伯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我David呢 只是按照自己的原则呢 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过去啊 我总说秦安不会太难欸 可现在看来 他还真有眼光欸 嘿嘿嘿 妈 船长先生 想请你喝一杯香槟 来过去 好了 OK了 唉 我和船长去聊去啊 拜拜 拜拜 唉 这里真漂亮 David 唉 这是什么呀 应该得到的 谢谢 为什么当初 把钱退给你 当时正把我吓坏了 我还以为 你不肯帮我作证 直到裁决输下了一切 我都是绝望 对不起 能告诉我你这么做的原因吗 我只是按照我的心去行事 是 也许我可以说 你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总之 你的冒险成功了 你还会得到应该属于你的钱 我真是无事 你都很紧了 说他意见了 他们想趁火打劫 用钱来交换证词 当初我就不会把五十万美元还给你 这点你应该明白 我不是在帮你争夺遗产 我知道你不需要钱 我只想证明给你看 爱情是不会服务于金钱的 金钱也永远买不到爱情 David 我需要你 你到金氏集团来 做做经理 我替你的安排 你这个混账 阿飞 你疯了 你干嘛 你 你听着好不好 你为什么做伪证 为什么骗我 什么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我冷静不了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一个人 你为了那个恶夺的女人竟然做伪证陷害金敌 是 我是做了伪证 我这么做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你一直在骗我 从头到底都是在骗我 好了 你打死我 你如果不肯相信我不肯原谅我 来 打 我跟你说 就算我不帮齐安 法院也不会把那些钱判给金敌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跟你说 我这么做不是在帮方齐安 我只是在帮自己报仇 金家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也让他死不瞑目 我要看着那份遗嘱变成一张废痴 可是金敌是无辜的 还有小安 他真的很需要那笔钱去治病啊 我 我知道 我这一点我很了解 等我弄到钱 我一定拿钱出来 帮小安做手术好不好 真的 耶 你今天去哪了 去无锡 无锡 对 我外祖父的老家在那边 我去拜祖 那为什么不带我去 等我们结婚以后 我会带你去呢 好吗 结婚 你是不是在骗我 OK OK 别生气了 谢谢啊 你说 这就是阿兰他们全村人的病例吗 这只是一部分 有些村民呢 根本没有去医院看病 这是我动用了医学院的所有同学关系 才算找到了这些病例 是这样 黄医生啊 你看 从这个阿兰的病例上来看 这个 显示了长期的腹痛 胃炎 恶心 呕吐 手足发凉和疲惫 胳膊上和腿上 经常出现皮肤炎症 她丈夫阿明 上腹部疼痛 恶心 头昏 眩晕 有咽炎 皮肤病 你觉得 你看啊 强项在患的萌炎前呢 她的病例上记载 腹部腿上披炎 而且她经常会腹部疼痛 狗吐 恶心 甚至上呼吸道安忍 而且这边所有的病例啊 她都有类似的病症 所以我看 毫无疑问 都是中毒所致 中毒 嗯 我在电脑上查看了很多 关于三绿与西 毒性作用的录文 发现很多这个文章啊 都是研究 工人长期接触这种 容器的情况 他们呈现的症状也是 眩晕 呕吐 恶心 这些症状 怎么 怎么会那么巧合呢 这些病例里面呢 十四个人中有九个人 显示出心率不齐的症状 而且我觉得它都是跟 接触三绿与西有关 三绿与西呢 它严重影响人的心脏功能 所以我对这个 接触三绿与西而死亡的 工人的调查证明啊 发现有很多人 它都是死于心脏病 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三绿与西啊 是一种强烈神经镇静物 而且呢 它可以导致组织神经的 某些变化 比如说 咽石啊 眩晕啊 运动机能缺损啊等等 它还能使这个肝脏炎 严重受损 而且呢 还可以使这个细胞啊 发生变化 而导致癌症 比如说 那个白血病 白血病 那强强它 现在我终于可以肯定 强强得白血病的原因了 可是孔医生 我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 你看 我把阿兰家的饮用水啊 送到环保局去检验过 结果完全达标 根本没有三绿与西啊 那你说 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什么水源 阿兰 阿兰 我是金迪 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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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多久了 三年了 那村里其他人呢 大家都有自家四大的水井 走吧 没事 停水里 还有这么高浓度的三绿仪西啊 事实上不久前 环保局的工作人员 对这个地区进行了采样调查 这个 通过地下水的分析报告来看 含有高浓度的三绿与西化合物 通过成羽状的土壤流向东北部 焦点集中在河谷附近近一平方公里的地区 那么说 你说的这个位置 正是南唐县王家宅村的一角 这个地区一共有四家化工厂 你是指 包括台资的台新化工厂等等 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一家或者是哪几家化工厂 对这个污染负责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赵教授 我想对该地区的地下水污染情况 做进一步的了解 都在这份报告里 包括岩石层和地下水的曲线图 技术性很高的 谢谢 谢谢 喂 是令箭啊 是这样的 我刚从阿兰家里出来 我已经跟他们警告过了 千万再不要喝污染过的井水了 你知不知道太可怕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 三年来村子里的居民都在喝地下井水 而且啊 他们用井水做饭 洗衣服 甚至洗澡 到现在还无法确定是哪家化工厂 我需要和研究地下水污染的专家好好讨论讨论 谈一谈 什么 你看 李小斌 一九五零年生人 骨癌 他今天下午来医院诊断 他说他曾经三年前呢 接触过这个 因为工作关系 接触过三绿玉锡 而且在半年的时间里呢 他曾经用这种容器 溶解过一小块金属 而且呢 每天把不同剂量的三绿玉锡 倒进工厂附近的一个废水坑里面 那他是哪一家化工厂的职工啊 台新化工厂 蔡理师 请喝茶 谢谢 希致 你请我来我非常惊讶 蔡理师 我想请你做我的代理律师 提起上诉 上诉 我要为金敌夺回遗产继承权 希致 作为敬老的遗嘱执行人 我应该保护这份遗产的完整性 我也有心帮你 可是按照目前的情况 胜诉的可能性非常的低 我都是为了孝安 我明白 可是金敌 他不是法定的第一继承人 这 蔡理师 我手里还有一张底牌 不怕他们不最终就犯 底牌 不怕你 其实啊 不到万不得已 我并不想揭穿这层引擎 蔡理师 我是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 蔡理师 你今天召集我们大家来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 等会儿你们就会知道 已经过了十五分钟了 阿姨和齐安还没有来 我看他们是害怕了 不敢来 谁说我们害怕不敢来了 我们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不起啊 我们迟到了 蔡理师 我可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家庭妇女 金氏家族的几十亿家产 还需要我来打理 我看有什么话就简单的说吧 好好好 人都到齐了 我先说说 今天召集大家到这来的目的 根据台北法院的裁决 金锡芝 金爱业和方齐安 是金百川先生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可是呢 根据我最新获得的情况 还有一位法定继承人的存在 什么 这不可能 是谁啊 妈 怎么回事啊 这位法定继承人就是金迪 我 不可能 金迪是西芝姨妈和陈水根所生的女儿 她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合法继承人 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金迪是法定继承人 这是金锡芝的结婚证明和金迪的出生证明 这是复印件 对 妈 金迪 你解释一下吧 四十年前 在台湾 在台湾 有一个信金的女孩和她父亲的杨子 青梅竹马 亮清安徐 六十年代初 六十年代初 不能割舍对她的感情 也回到了内地 找到了女孩 可是女孩的父亲 不能容忍女孩背叛自己 逃奔走过大陆 依然断绝了和女孩的父女关系 另外年的春天 女孩和男友进行了简单的婚礼 成了夫妻 深秋 女孩丈夫的母亲 在香港病危 丈夫心急如焚 离开大陆去了香港 丈夫走后 一会儿发现自己 已经怀了身孕 可是所有给丈夫的信件 都被自己的父亲暗中扣押 所以 你对父亲 同在人世 却深深地失去了联系 父亲 父亲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是因为 他不能原谅自己的长女 回到大陆教授这个行为 独断装痕的他 不能容忍 长女这样违背自己的意愿 但是对于杨子 他十分欣赏 在足够长女与丈夫联系的同时 他默许刺女 对杨子展开的追求 他对姨子展开的 女孩的女孩的女孩 也一直暗恋着姐姐的男朋友 她和姐夫 以及对病危的老太太 十分熟悦 她和姐姐 尽了最后的消息 随后 妹妹伪造了姐夫的决情信 从香港寄给了她的姐姐 双心一绝的姐姐 依然选择了 与父亲的丈夫决裂 她给丈夫写了信 提出离婚 两个月之后 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给孩子取名叫敌 同敌人的敌同姻 她们孩子是为禁家的敌人 五年过去了 已经和妹妹结婚的丈夫 偶尔发现了前妻多年的来信 恍然大悟 不告而别她回到了内地 寻找到了前妻 恋人知道的内情 就无力回天 妈 因为四年前 前妻已经带着一岁的女儿 改嫁了一个丈夫水根 丈夫爱人伤身 离开了内地 回到了台湾 几年之后 一遇而终 妈 妈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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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年前 你为什么要骗我 妈 你说什么 三十年前你见过一妈 凭什么说金帝是崇德的亲骨肉 谁知道崇德在香港的时候 你背着她 你在大陆和水根在做什么不可够人的事 你 妈 妈 妈 你欠我这几耳光 已经欠了四十年了 你敢打我 妈 好了 我想提醒各位 金席之已经委托我做律师代理 要向台北法院提起起诉 如果大家不想家仇外扬 大家撕破脸皮的话 最好还是采取庭外和解 你 他才是你的亲生父亲 阿弟 妈对不起你 你能原谅我吗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隐瞒着你的真实身世 妈已经失去了你的爸爸 妈不能再失去你 妈 你怎么会失去我呢 我 我爸金家把你抢走 没有你 我怎么活呀 妈 你是我活下去的 唯一理由 我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阿弟 你恨我 妈妈 我为什么要恨你呢 到今天我才明白 这么多年来 你一直一个人默默忍受 那么大的痛苦 到现在我才明白 你和外公姨妈之间这些年来 有那么深的怨恨 我是你唯一的女儿 却没有办法 却没有办法 体谅你的苦恼 为你分担这痛苦 妈 原谅我 阿弟 阿弟 妈 我爱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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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过我吗 我恨你 我阻误你们两个 妈 妈 开门 我想跟你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我都头都要炸了 妈 妈 她是我的姐姐 她是我同父一母的姐姐 长这么大 我从没想过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 外公 不去只能爸爸三个人之外 会有第四个和自己 血缘相同的人存在 天哪 天哪是我的亲姐姐 我们的身体 都流着爸爸的血 妈 你为什么要有谎言欺骗我呢 你为什么篡改事实 你知道我最恨的就是一万事实 我想不到自己母亲亲会做出这种卑鄙的事来陷害自己亲姐姐 妈 其实多年来 是你们外公亏待了姨妈 是你们毁了她的人生 她才是受害者 妈 我也是受害者 你以为这四十年来 我幸福吗 我开心吗 可是你得到了爸爸 可你爸爸从来就没爱过我 她爱的女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你姨妈 妈 我恨你爸爸 我恨你外公 我恨你姨妈 我恨所有的人 冲了已经够多了 现在该是赎罪的时候了 西安 我打算 这时候才认识的剑意 除非我死了 妈 你 你不欢迎你 你为什么说你和崇德生的第一个孩子死了 我为什么要说真话 好让你把她从我的怀里抢走吗 你呀 你欺骗了我们所有的人 三十年前 我到大陆来找你的时候 我看到经济才八岁 你说这是你个水根上的孩子 你呀 你真卑鄙呀 对 对 我是欺骗了你 因为你就是用谎言抢走了崇德 所以今天 你是自食其果 我 就算金帝是崇德的孩子 那我告诉你 你也别想从我们这拿走一分钱 法院会还我们一个公道的 我不怕你打官司 我有的是钱 我可以买通全台湾所有的法官 判你败诉 你真是无法无天了你 我豁出去了 我什么都不怕 你不怕她知道自己是谁 从哪里来的吗 你 如果你剥夺了金帝的继偿权 我就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你不是答应过我永远不提这件事的吗 你要钱还是要女儿 你自己考虑 你 静女士 我们向秦义帮我们打这场官司 你们知道吗 对方是拥有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 他们会不惜重金 聘请最好的律师来为他们开拓罪责 再说这个案子会拖很久很久 金律师 你就是最好的律师啊 金律师 求求你了 各位 快快起来 金律师 我们全靠你了 金律师 我们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金律师 好吧 我就接这个案子 谢谢你啊 金律师 谢谢你啊 金律师 谢谢你啊 金律师 请uke 得完副手化驸产 用kyggggggdgfhfn wax長 用 assimper coal效果减凝成 email 凝破毒洞 造成的唐县 North Park ahora 独家宅村 遭受不断增加的神经系统混乱 和其他不知名疾病的危险 云口有续的这些伤害感性肥肠 世界资源 律师敬礼 阿丽 叫David和哥律师敬礼 有事 你看这个 我要全公司的人 都关注这个案子 我建议马上召派新闻发布回来 极力地否定原告对金氏集团 不负责任的不服捉运的责任 不 从表面上看 这只不过是你几个人伤害的案 这件案子 比起我以前办的生业诉讼案 简单多了 不合论 我觉得 这件案子并不是你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原告的名字一大串 所以人的命运都受到这种致命的影响 如果金帝塔真的找到有关的职贡 对我们的公司 后果是不开转眼 这件案子 我以前也听说过 环境造成各种伤害 这类案子 最近是不是时髦起来 其实这个案子 也没什么了不起 坚定在法庭上 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但你知道吗 美国有一家化工企业呢 他们因为污染了地下水 被当地的政府启用 再加上 福利的报道 你知道对这个公司打击有多大吗 实际明白着 那些受伤害的人 会成为法院和社会公众 拥有强的对象 大公司不可能得到这种通缉 我希望你 尽一切努力 制止这些诉讼 方总 我对审判前的调节很内好 事实上 我就是一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将案子连根拔出而问你 不过 我不同意庭外合计 为什么 我一定能够打赢你表姐 怎么的 比方说 你控告我说 我的狗仰闷你 我的辩护是这样进行的 我的狗是一条老狗 它根本就没有牙齿 要不然就说 那天晚上 我早就把狗关起来 再就是 我根本不相信你被狗咬了 最后就是 我根本没有狗 这好像是一个美国律师所说的 我一定会答应的 当然打不打这个官司 决策在你 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怎么看这件事 我觉得它根本在加工祭司 嗯 你怎么看这件事 故意把这个案子拿出来 报私仇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如果 如果你听柯律师的话 对不公堂 我保证 你一定会被诉讼拖死 你的意思是 想办法让他 取消诉讼 条件呢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先走了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办案 血浓于水 不管在过去的岁月里 我们经家发生过 多少恩怨纠葛 那毕竟都已经过去了 今天 我请蔡律师 做个见证 我要宣布一个决定 这是 我和我母亲 共同的决定 我们同意蔡律师 提出的建议 接受精敌 有遗产继承权 而且 在遗产继承之前 我愿意先出资 为小安治病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当我知道身世以后 我这才理解了 外公临终前 对我说的话的 重要的含义 含书 含书 事而复得的妹妹 比亿万家产更重要 你能不能进去 对我 你能不能进去 这一步 你走 我买了 我买了 你 你会 你不想 什么诉讼啊 阿迪 这是怎么回事 金帝 你控诉了金氏集团 一边是姐妹亲情 和锦氏义的遗产 一边是陌路人 和缺乏证据的指 金帝 你站在那边 正义的一面 金帝 现在金氏集团也是你的了 你难道要帮那些贪婪的农民 抢自家药包里的钱 在案子还没有判决之前 我不会接受你产计成全 为什么 如果今天是你 喝了受污染的水生犯绝症 你该怎么办呢 这 这是污蔑 作为一个辩护律师 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利用所有可能的手段 在法庭上寻找出事实真相 让到事实 你倾情更重要 我别无选择 对不起 您好 我是这儿的经理 请问有什么事吗 您好 这是我的名片 我是市金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正在办一个案子 需要在这儿取证 我们这儿工作挺忙的 要不 你还是 可是 这是一个法律程序 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工作 要不这样 我再给我们领导汇报一下 好吗 好 那谢谢了 好 这儿请 这里原来是什么 没什么呀 就是花坛 怎么了 那你们 在承建局 登记的建工图上 这是一个露天仓库啊 这个嘛 我们在建厂的时候做了点改动 主要是为了增加一点绿化面积 那么 新国化工厂和台芯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新国化工厂被台芯收购以后 就已经不存在了 你看 我们连围墙都拆掉了 那就是说 新国化工厂所有的一切 都属于台芯化工厂了 对 应该是这样 你要是有什么事的话 你就去忙吧 我一会儿自己再走走 好吗 这个 您看是 刘先生 我想 我这个单独取证调查的权利 还是应该有的吧 这个当然 您看看吧 谢谢 谢谢 什么事请这么急啊 你快去台芯厂看看 金敌已经在那儿了 她去台芯厂干嘛 谁知道 莫名其妙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师傅 师傅 你是台芯厂的员工吧 是啊 是啊 你在这儿工作了多少年了 从台芯厂开始新建 我就在了 那么 你一定知道 是哪个建筑公司 承包台芯厂的立化工程了 知道 你可不可以写给我看看 好 对不起 请问 您是赵银武队长吗 是啊 有什么事吗 我是金敌 您看 这是我的名片 金律师 是这样 您还记不记得三年前 您给台芯厂承包过一个绿化工程吗 哦 好像是的 是吧 那个时候啊 我们见过一个花坛 我想问一下 那个地方原来是什么样子的 当时啊 有个大水坑 里头啊 都是脏水 还有化学肺料 哦 他什么样子